去年9月英国发现了新冠肺炎的变种病毒 英国首相强森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 初步的证据显示 变种病毒除了传播更快之外 可能有更高的致死率 英国变种株的病毒传播率 比起旧病毒高出30%到70% 以1000名60岁以上的患者来看的话 旧病毒大约会有10人死亡 不过变种病毒则会造成13到14人死亡 致死率似乎是高出了三成左右 不过国内医师认为死亡率 并不能完全归咎于病毒 也可能跟当地的医疗量能有关 新冠肺炎疫情延烧 现在有最新研究发现 英国变种病毒不止传播速度快 初步数据显示在英国的死亡率 比原本的病毒死亡率更高 其实英国同时有三种病毒的一个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去说明 但是英国本身的变种病毒 造成的死亡率增加 目前英国最主要的三种变种病毒 除了去年9月出现在英国 肯特郡的变种病毒 还有南非巴西变种病毒 不过就英国变种病毒来说 目前资料显示不止传播速度快 而且部分族群年龄 已经传播到超过50个国家 致死率或许有更高的可能性 英国首相与专家参考各大学 及英国公共卫生署的四项研究后 得到初步结论 英国变种病毒传播率 比旧病毒高出30%到70 以1000名60岁患者来看 咒病毒会有10人死亡 变种病毒则是13到14人死亡 致死率似乎高出三成 不过国内医师认为 死亡率不能完全归咒于病毒 也可能与当地医疗量能有关 病毒本身并不是造成 新冠肺炎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间还包含一个免疫风暴 还包含相关住院时间拉长 所造成的一个交叉的 一个细菌感染 在庞大住院病人 以及新诊断病人的涌入下 迟早会面对的就是一个 崩溃的一个情况 据疫苗临床证据显示 对旧病毒和英国变种病毒 都有效力 只是保护力能维持多久 可能还需要再验证 雪山西路台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